韩莱克多巴胺也就是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明年元旦就要开放进口到台湾了 面对各界的疑虑 行政院拍板公布了莱猪进口五大原则 包括了要赴美茶厂 要新增货号 竹批茶宴 清除标识 以及严格积茶 誓言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但是这五大原则真的能够有效落实吗 像是目前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严重 美国已经表明了拒绝台湾赴美茶厂 另外政府说要逐批茶叶和严格积茶的相关人力 又是否足够呢 一块来关心 在保障国民健康的前提下 依据科学证据 国际标准 定定进口猪肉 乃克多巴胺安全的容许之力 美国莱猪还没到立法院已经腥风血雨 为了阻挡苏葵上台 国民党立委不惜恶臭乱丢猪内脏攻击 堪称最血腥的一次施政报告 事实上不仅台湾 亚洲其他国家只要讲到来际肉品议题 也会面临类似抗议场景 人民国和美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代价是开放美牛进口 此举让南韩民众群情几分 三万多人走上街头示威 不只韩国 包括日本 在历经国内激烈抗争后 最后都是朝向有条件开放 含乃克多巴胺的肉品进口 让人好奇 为何只要讲到来际 就会引发朝野和人民的抗议 究竟莱克多巴胺是什么呢 其实 莱克多巴胺是一种瘦肉精成分 最早由美国药床李莱公司研发 原本想用来治疗人类气喘的药物 但在临床试验阶段宣告失败 然而 科学家后来意外发现 一旦将莱克多巴胺当作动物饲料添加剂 就能快速增加动物体重 并增加动物的瘦肉比例 提高饲养的效率 自2000年开始 美国政府便何可将莱克多巴胺添加到饲料里 主要用在猪汁 牛汁跟火鸡饲养上 但是目前 国际上开放食用的国家少之又少 只有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等26国 禁用的国家多达160国 中国大陆更是 他们强烈地拒绝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所以逼迫美国三大肉品食品公司 非常大的食品公司 他们全部宣布 过去都有用的 就因为要进口中国市场 他们宣布说 他们停止使用莱克多巴胺 反对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他们发现 喂食来剂会造成猪汁的情绪不稳 护摇等攻击行为 而医介更提出警惕 一些敏感族群 如果吃了莱克多巴胺 他们的健康风险将大大提高 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敏感族群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 有心脏病 有脑中风的患者 我还是建议说 你就是要内脏器官尽量不吃 或很少 少吃或不吃 因为我们就担心说 你吃到大量的莱克多巴胺 有可能会心跳变快 心悸 也会产生性血管的合并症 要特别留意 尽管各国对于莱季 始终存有高度疑虑 但在2012年 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以69票赞成 67票反对的些微差距 标决通过莱克多巴胺 容许量施PPB的国际标准 这也成了当年台湾执政党 马英九政府的参考依据 69比67换句话说 那有一半人在质疑这个事情 那也是为什么那时候 相对的一些非执政党 会提这个东西做一个质疑 大家都在质疑 不过我们也愿意跟国际接轨 但我们是等一等 2012年马政府拍板定案 谈访美牛进口但排除内脏 基于美国猪肉仍禁止进口 而当时定定莱克多巴胺的 安全容许值 就是在10PPB以下 只是时隔8年 蔡政府决定放宽含来际的 美国猪肉进口 包括内脏也都能进到台湾 美牛主含的莱克多巴胺 对人的影响 跟美猪含的莱克多巴胺 对人的影响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看了8年 美牛都没有出问题 那我们看到全世界 有些国家有用 有些国家没有用 都没有发生食安的问题 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讲 它是安全的 尽管政府强调 莱猪剂量绝对会在 安全容许量之下 但这项政策仍然引发各界反弹 总统蔡英文好几次亲上火线 要大家不用怕 台湾是一个自由市场 美猪美牛的开放 是让市长多一个选择 并不是要求国人一定要使用 我也要向各位保证 我们一定会在确保 国人健康的原则下 参考临近的发展程度相当 那么饮食习惯相近的国家的做法 从海关到厨房 我们一定要求官官严谨 一定要做到滴水不落 在莱猪进口政策宣布三个月 新政院终于定掉进口莱猪五大原则 包括赴美茶厂 新增货号 逐批茶宴 清除标示 以及严格稽查 但这些原则显然压不住 在野党怒火 总直循炮火猛攻 市院长你又再给我扯这些 我告诉你 民众为什么不愿意 说你只标产地 因为没有办法辨识 市院长不要再欺骗民众说 可以分辨可以选择 针对进口五项原则 各界提出质疑 主管机关卫福部长陈时中 每天除了要随时掌握 武汉肺炎疫情 还得面对2021年 元旦即将开放的莱猪 进行政策说明 美牛情况跟美猪有一点不同 因为美国用莱克多巴胺 饲养的比例 相对是比美猪要高很多 美牛大概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都是有使用莱剂的饲料在饲养 至于美猪 大概那个比例 大概就不到20% 持续在降 关于五大原则 第一项赴美茶厂 目前全球武汉肺炎疫情 这么严重 要入境美国有可能吗 赴美茶厂并不是在法定里面的 必要程序 但是整个里面在这样的一个 开放进口的一个前提下 为了要让人民能够安心 我们跟美国积极提出 要去茶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要求能够这样做 但是在美国用防疫的理由 说他们现在全部的茶厂都停 那他们出去茶厂也停 OK 这我们可以谅解 美国以防疫为由 已经拒绝我国出国茶厂 既然出不去 政府强调将更严格把关 进口到台湾的美猪 2021年元旦起 将针对目前53家进口商 进口的美猪 全部逐批茶厌 做到滴水不漏 那我们边境茶厌的人口 那个茶厌的人员 从83人 我们要增加21个人 我们增加了四分之一 所以从这个量呢 大家可以了解 我们需要增加 接近百分之一的茶厌的量 那但是我们茶厌的人 有增加百分之二 所以我们有信心 要逐批茶厌没有问题 政府另一个原则是 新增货号 也就是未来莱猪进口 包括内脏 砸碎等 都将在细分并给予货号 从现行22项 新增到67项 这样的好处是 有力分辨可追溯源头 它每一批的货 其实肉归肉 那内脏 猪肝 猪肾 这个现在是一定 有一个货号 那也是分批的 我们不管是 有关于残衣也好 猪肝连也好 或这些相关的猪脚 可能都是不同的批号 所以它会不同批去查 然而赛业立委认为 重点不再增加了多少货号 而是有没有标示 来际含量 新增货号 然后把它进一步的细分 然后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来际 甚至说能够把它标记清楚 当然就是更重要 那最好的状况就是说 其实国人使用内脏 真的非常频繁 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说 内脏应该是不要让它进口的 为了降低国人疑虑 政府强调 台湾订定的进口株 来际残留量标准 将比国际标准还严格 肌肉和脂肪0.01ppm 肝脏0.04ppm 国人常食用的肾脏 下修到0.04ppm 至于其他可食用部位 像是猪肠猪脑 则为0.01ppm 不过由于国人 有进步的饮食习惯 而产后女性 也有坐月子的文化 都会大量食用到猪内脏 即便政府表示 来际含量的把关 将比国际标准更严 但民间团体主张 政府应该明确标示剂量 否则补过头 反倒危害健康 台湾有食补文化 那甘生虽然 卫福部一直强调说 我们已经低于国际标准 但是对于我们 妇女坐月子 或者是我们常常老人要进步 这个国际标准 对我们来讲还是偏高 对 尤其是这个孕妇 她这个吃肝肾 来做月子的状况 其实会让我们 她也可能透过哺乳 去传给下一代 未来只要是进口猪肉 含猪肉加工品 从中央到地方 政府都会要求 包括进口商 批发商到店头在内 必须贴上三角形的小猪标示贴纸 目的就是要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买到的究竟是哪一国来的猪 我们讲的说标随肉走 进口商进来 进了哪一 那所有的猪肉 销到什么地方 它的一个标示 就要跟着它走 然后一层一层的传到最后的销售端 所以大家都会清楚到就是说 有没有是从这些可能的风险 国家进来的一个标示 然而怕的是 就算完整的肉品有标示 但一旦它变成加工制品呢 尤其国人爱吃的猪肉加工制品 像是水饺 贡丸 肉包等等 美猪主要的流向 一个就是团扇 一个就是加工制品 那我们也使用很多加工制品 比如说香肠 比如说贡丸 比如说贡丸 比如贡肉收 贡户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这部分当然就是说 政府必须要更清楚 让大家知道说 它到底流向何方吗 它虽然标了原产地 但是这些肉 它会被拿来做什么样的加工品 我们不晓得 对 那如果我们加工品里面 不能去标示 含萊猪或不含萊猪 那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 也是很难去辨识 民间团体也担心 民众是健忘的 等到过一阵子 社会上对萊猪议题的关注不再 政府的把关是否就会松懈 政府虽然也不断跟我们讲说 这个进口的不会有人吃啊 因为它说做冰冻之后 那个口感不好 但是我们说那个团扇业者 它是大批购买的 它也许可以透过加工的状态 让它的口感是呈现 跟台湾这个猪肉一样的 现在可能大家还在怕 可是一旦时间久了 这个谁敢说 它买的真的不是萊猪吗 萊猪不单纯只是美台贸易问题 或许背后还牵涉 国际间复杂的政治经贸角力战 但不论如何摆定了 该如何确保国人的健康和选择权 考验政府的执行力与决心